哈囉大家好 在昨天的影片後面呢 我們跟大家提到了 我這邊遠傳電信在室內呢 就是處於這種要臉不臉的情況 各位看我現在這個手機畫面這邊 下面這邊有一個LTE Cell Table 就是這邊可以收到的 4G基地台 那你可以發現在這邊例表其實有 蠻多台的 那這邊有它的PCI 我們之前有說過一個4G的基地台呢 通常會有三個散區嘛 所以它就有三個PCI 那我們同時如果你在比較交際的地方呢 就有可能會收到其中兩個 那另外一個呢絕對會是背對真 所以你不太可能會同時收到三個 但是收到兩個是有可能的 比如說這邊有390 然後也有391嘛 390是偶爾會出來 結果好像有時候連392都看得到 那就證實這個地方其實訊號是很複雜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我這邊Band3的信照比 其實都很差 我這邊1800的頻段感染我是蠻嚴重的啦 好結果 你各位有沒有看到我現在有跳5G出來對不對 我昨天的影片有跟大家講 我這邊常常連到的PCI呢就是一個是109 一個是215 然後一個是391 那我們昨天用我們的S20 Ultra有測到說 只有391的那個站台是有5G天線的 其他都沒有 但是各位看到我這邊列表中間 其實你發現每一台的強度都差不多 所以就會面臨一種很尷尬的情形 就是說今天你只要連到不對的基地台 你的5G就沒辦法出現 你只能連391 5G才會出現 各位剛剛應該也有看到我跳一下391嘛 那現在又是109 可是你看我手機 從頭到尾都擺在這邊我根本沒有去移動它 但是記憶台也是會切換 因為這些記憶台的訊號強度都差不多 所以非常有可能因為一點的訊號波動就觸發了這個HANDLE 5機制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是只能移動角度看它會不會連上這個391嘛 那現在PCIe 4109 欸有沒有突然就連上391了 可是我手機怎麼樣 手機都沒有動 結果它就連上391了 那我們之前一再強調這個5G的天線 它是採用大規模的MIMO 現在主流的5G天線呢 很多都是32T、32R 甚至有少數可能做到64T、64R 那就是透過這種大規模MIMO天線 然後用Beam4Me波速的一個形式 所以各位看到連上5G的時候呢 欸這個性照比反倒是不錯的 你看我這邊4G干擾這麼嚴重 可是5G它這個波速訊號這樣集中發射過來了 雖然說訊號沒有很強 但是性照比卻有不錯的表現 好那我們到現在都還沒得測速了 因為怎麼樣講著講著它又切到109了 所以我們的5G又不見了 這時候你再看這個訊號格 是不是又回到4G了 咦5G出現了現在是不是又連391了 但是與5G的連線還沒建立起來 各位也可以看我這個SpeedTest這邊 是不是還是顯示LTE 誒5G建立起來了有沒有 好那這個時候呢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性照比大概有15DB左右 其實還不錯嘛 那性照強度-102其實只是比4G差一點點 好那我們現在來測速哦 看看可以跑多少速度哦 趁它還沒跳回4G之前 哇你看 哇哇哇哇300多Mbps 欸峰值有到破400Mbps 所以這個遠傳是真的蠻厲害的哦 它得到這個網速冠軍 並不是騙人的哦 你看我在室內這邊呢 這個下載呢 來到了359Mbps 上次我們這邊測的台哥大概只有220Mbps而已 遠傳有359Mbps的下行 那上行的部分呢 就沒那麼理想了 雖然說 剛剛我們看到LG跟NR都有跑 可是速度都沒有到很高 就只怕我出了26.9Mbps的上行 但是下行真的是蠻厲害的 但是我們說的這個地方呢 4G基地台訊號都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測速測到一半 然後突然基地台換了 那麼你的5G就等於中斷了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哦 好 我們現在開始測速 然後我們故意把手機轉一下方向 其實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做 反正我就是看到它可以換基地台而已 不過如果你有數據在傳的時候呢 這個情況可能不會那麼容易出現 因為它會盡量先咬住 它應該是會先咬住 好 一樣是350Mbps的速度 那我們現在再測一次 好 但是我們測的時候再把手機拿遠一點 欸 我拿到旁邊它就變了 它就換了 那這個時候呢 就斷掉了 欸 結果中間又結合了 來 好 再拿走 好 又斷 215 109 215 現在連215 有沒有 好 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稍微把手機移到別的地方 它基地台就換了 你看109又出來了 好 那只有391有5G 所以如果你那個地方也是這種情況呢 你就是 要連對基地台 那至於怎麼樣連對呢 這個就要你自己去慢慢試 看你要把手機擺什麼地方 它比較容易連上 不然你可能這個地方是可以跑350Mbps的5G 可是你卻看得到吃不到 那我們這邊也來測一下如果是4G 到底只剩下多少的速度 我現在它練109 我們用4G來跑 有沒有 你看 這個 4G的速度就慢得非常多了 欸 它剛剛 連上一下喔 可是沒有速法 有沒有 13Mbps而已 有夠糟糕的 5G 350Mbps 可是你看 手機擺在同樣的地方 連到錯的記憶台就沒有5G 連到對的記憶台 就有350Mbps的5G 就是這個樣子 分享給這種訊號比較交接 記憶台牆都差不多的朋友啦 你們遇到的就是 這種驚喜 不然遠傳的5G是真的還不錯啦 而且 就最新的涵概率來講呢 遠傳好像也是追過中華電信喔 所以這個中華電信呢 就還要再加油了 那台灣大樂大呢 目前涵概率還是第一的 只是它的速度就比較沒那麼好 大概兩三百Mbps 不過是有在持續進步啦 因為我們一開始測只有150Mbps 後來發現 它好像是剛開台的時候 故意鎖150Mbps 可是後來 漸漸都解除了 所以現在這邊室內的台 大概有220Mbps 那今天呢 剛好臨時弄來一張 遠傳的SIM卡啦 所以就 借這個影片來測試給大家看 然後也跑出了 350Mbps的一個下行速度 算是非常不錯的 在這個室內的環境 在此分享給大家 那關於還有最後一家喔 這個亞太電信呢 最近也一直有很多人在私訊我 那近期我也會去辦一張體驗卡來測啦 雖然說 其實現在亞太電信的5G呢 應該就是完全等於 遠傳電信的5G 未來會怎麼做 其實這個還要再看看啦 不過這禮拜我就會先去辦一張體驗卡來確定 到底現在是不是這個情形 那就後續再跟大家分享囉 我是愛蓁 謝謝大家的觀看